杏季玩耳一笑 他的声音有点像隔坛子向外说话 略带点暗雅 却又十分的清晰 了然空法 四字谈何容易啊 我师在峨眉二十年苦禅 来此驻西三年 祖我传蒲团 昨日是季 今夜归席 尚且告我被途中 仅明生死之道而已 居士自扬州逆水来宁 谈何顺水推传 有为而来 谈何之道了空 净庄粉莲 水月明照 空言菩提正果 罪过 罪过 阿弥陀佛 以施对禅 乾隆还是头一次看见 准备了一肚子 冷言化言经典 想搬怒 相比之下 已决黯然失色 想现成 及席对禅 深知难以 便何欲比拟 因目视几云 无奈 几云 却于佛典 却于佛典 支支有限 乾隆之命 又唯拗不得 思量 扬长必短 便在旁引道 一溪花瓣 水生长 春归何荡漾 堪皆六生无常 喧嚣红尘 混迹九世茶墙 左慎的神与佛 又何必无意自赶伤 坐不得官 坐不得伤 请君归去 且放浪也倜躺 何妨使快活 六七郎 踏上老僧法空 突然和掌韩笑说 善哉 老僧将西去 临行得此妙音送行 法空心感神受矣 目光一闪 对乾隆说 和尚时辰已到 要与诸居士 别过了 乾隆曾几次见过 道德高僧 士七元祭 京师坦朽寺 了然和尚 法华寺明寺和尚 还有五台山清凉寺 在大爵寺游方的 挂丹和尚空室 元祭时他都去看过 除了空室 都看上去 伟顿不堪 其实是尘科寿终 临命免驾罢了 这位法空 没有出世 让善男信女 来瞻仰膜拜 已经令人诧异 连寺中诸僧 也都安之若素 依如无事 也和那些 士忌和尚传法指 请同门 法罗古号 大吹大磊的景象迥异 而且就在此刻 从容禅队之际 居然咒耳便说 要去 乾隆的心 猛的一沉 悚然间又静又微 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竟和掌 威仪躬身 说 愿陵大和尚 撒手唱叫 法空和尚 含笑点头 挪身下炕 亲自将一双 盲鞋穿上 小心记好了 性计要给他 披袈裟 他一笑白手说 不必 用它包我的舍利子 就是了 我给你的袈裟 后年 一样画葫芦 在地下随意散了几步 略移震衣 以着佛堪 口中言道 鸡来吃饭 困来眠 不须去物 船登禅 庙地说破 十点头 何事红尘 仍流连 问死问生 问星问衰 好大事件 好大事件 又甚 挂碍 多 去便去修 来便是来 莫愁愁愁 平自在 灵查不渡 辱徘徊 银霸向 杏记扑团上 盘膝端坐 右臂屈弓之仪 左手垂斧丹田 脸上物质 微带笑容 却是再不言语 杏记 扑通的一声 长跪在地 冲着法空 轻声呼唤 师父 师父 见法空了无动静 轻轻扶了扶 左手脉搏 又逝逝鼻息 性际仿佛 怕惊动他似的 小心向后跪了跪 似乎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判断 又定身一时 深深扣下了三个头 方起身来 他自己 也是百灵老人了 颤巍巍的 脸上四杯四喜 向一众人等 合掌躬身 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各位贪悦师主 我使法空 以为佛祖 皆引息去 入不生不灭之境 四中和尚 要做法事送行 请各位回家 阿弥陀佛 于是便有两个杀弥 抬上香案 法空和尚竟然真的 立地圆祭 蒲团作画了 直到外间塔头和尚壮中 召集全寺僧众集合 方丈中几个俗家客人 才从梦寐一样的冲征中 醒悟过来 除了几云端木和乾隆 竟都把持不住 不由自主地向法空的法身 顶礼膜拜下去 乾隆 静紧立涕 向竹签 捏了三柱香燃着了 只一举缝 插进香炉里 是在香案旁的姓继 便忙合掌回礼 乾隆不胜揭 对姓继说 如此荣行 见所未见 真是有道高僧啊 料理完法事 请大师到东禅院小座片客 有事请教 还有点香火资助 为你光大扇门 说罢众人一同辞出方丈禅房 只见满院已点起海灯 亮晃晃如同白昼的灯影下 一对对和尚 绕着早已为法空 预备好了的柴山 诵经 小沙迷们 有的往方丈经舍里 抬火化神龛 有的抱红毡 铺设方丈 到柴山间的涌道 有的布置漫丈 人来人去的窜忙 带到三世佛正殿后墙 因要分手 一应指向乾隆一依 乾隆也秉善回礼说 无事闲暇 请到我那边聊天 一应目光晶莹 凝住着背着灯影的乾隆 不知怎的 大心里叹息一声说 恐怕不得闲 我有些俗物要办 您是贵人 不好多叨扰的 明天要去总督衙门 听尹制台 金制台 安排接驾的礼仪 还要演习几次 哦 后天圣骑楼 有场圣会 是南京机房总行 盖英豪 做东请客 先生要有兴致 我可以代为邀请 几云最担心的就是 乾隆 撒慢成信 不听约束 盖英豪 约请江南豪客 和黄天霸 蒋金斗 早已暗地苦见乾隆 绝不可倾倒不测之地 乾隆远也答应了他 此刻 却没有移到这位 若不圣一的变何欲 就是一枝花 为其如此 更怕乾隆不妨 头一口答应下来 当下心里一急 也顾不得师姨 在旁笑道 哈哈哈哈 盖英豪 撒英雄铁大会圣骑楼 我们东翁也接到邀请的 不瞒您说 东翁是官面上的人 不宜介入江湖 已经晚辞了 我是个爱看热闹的 说不定 带我们东翁去凑个趣 乾隆听了 只好打消念头 韩笑点头 算是两头应酬 易英也不勉强 只韩笑一一 说 啊 我早已看出来 你们必定是北京 赶来接驾的朝廷大员 我无意功名 也就不敢硬攀了 待八月初八迎驾 或可再见 乾隆笑道 那是一定的 第二十九章 斗光奈 严章谈全臣 尹元长鸡短 秦国旧 乾隆回到东禅院 想起方才法空和尚 作画的情景 心头又是感慨 又是惆怅 恍惚如对梦眉 还夹着有点神秘的恐怖 看天色时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阴了 大块大块的云 浓淡不一 在广袤的天穷上 缓缓移动 本来就是会月日子 此刻显得更加的暗黑 阵阵的西北风掠过 袭的身上起立 满港的风树 像无数人 在暗中拍手哗笑 高树婆娑摇曳 匆忙像暗潮一样 波浮浪涌 港下的莫愁湖上 灯火阑珊 连阁院的佛灯 也都明灭不定 一片喧嚣中 鬼影床床 异样的诡异阴森 几云陪侍在侧 见乾隆不说不动 站在天井里 只是出神 也不敢轻易惊动 一阵哨风 微笑着扑身而来 他打了个寒净 轻声道 东翁 东翁 风大气凉 要下雨呢 请先安置 好吗 阵龙身上一站 才从冲征中 紧悟过来 掏出怀表 对着眼下晃动着的灯光 看看 还不到害正时拍 阴见烟红和阴影 抬着一大木盆热水 向东香屋 便问道 我住东香 北屋正房 谁住啊 几云自家心中 也被方才的光景震撼了 担心乾隆受了惊 热身子凉风 扑感冒 听他声音并无一样 心里略觉得安顿 忙裴笑说 啊 正房贴着外墙 巴特尔几个伙计 在那里守夜当差呢 这是傅老六 家木 刘老关子 我们几个合计的 哪里安室住哪里 请东翁见谅 他没有说完 乾隆已经进了东香 燕红和阴影 便关门了 几云知道 乾隆要沐浴 因惦记着 有送来的底报 和奏译截掠 匆匆地赶进上房 却见是 无瞎子坐班当职 桌上灯下 放着一寸来厚的 一叠文书 用丧皮纸 打着封条 因问 是谁送来的 他人呢 无瞎子起身笑说 啊 是涅斯行剑敏送过来的 当时就走了 我也是刚刚出去 走了一遭回来 看看庙里 有没有蹊跷 呐 铁头文这家伙 还到湖底 爬了一圈 万事平安 您只管放心 几云这才留神 铁头文换了一身 宽宽松松的大袍子 坐在南窗下 小屋子上 正在喝姜蒜辣汤 溪溜得满头大汗 因笑说 你这鬼东西 老烧刀子酒 不是更好吗 水底下滋味如何呀 说着便拆封 铁头文开着汗笑说 这够的 您老爷子就外行了 水底下凉急 五脏都冻得收敛了 要将汤进去 冲话客散发表 体气才不得受害 烧酒 是个急爆热性 下肚里冷热香肌 只暖和一时 其实是伤了脾胃 去暖身子 这日子久了 要得辟眼封的 几云一头听他拉胡闲话 微笑着一件一件的 简看文书 先看底报 报在 圣驾以抵泰安 油纸即行南下 不是泰山之油 几云不禁一笑 又有卢桌到清河 历任河房总督 请旨 将三名冒贪置河前梁的 河房巡检河博所掌立 搁置拿问 寻民政法的奏折 还有陕北镇梁 民众欢悦 感恩戴德 百姓自动到庙尽乡 其我皇上万寿万康的折片 还有说甘肃普将甘雨 伤情之好 为二十年谨见 此皆皇恩浩荡 身人厚责 赶克上仓 使生民得福 肿梁牛巨 先已被足 渴望东脉及时下拨云云 还有一封厚厚的火器通风书简 却是阿贵寄给自己的 封面上署名 小兰公亲戚 阿贵紧拜自养 刚要拜月 莺莺匆匆地走进来 说 主子像是赶了风寒 说有点头晕 叫先生过去呢 是 几云忙答应一声 指着铁头文说 你立即去见尹击山 派郎中来 他不要亲自过来 随时听候旨意就是了 说爸拔脚出门 静问东乡而来 这一来 连无瞎子也不免着忙 跟脚出来 见只有巴特尔站在门口 似乎有点心神不宁地 东张西望 便凑过去 说 我站一会儿 你这院里各处走走 话没说完 巴特尔硬绝绝地顶了上来 你走走的 我的不 几云忙忙地进屋 一边请安 一边去乾隆气色 却见端木梁雍也跪在床前 面向乾隆双手激张 给乾隆发功聊志 乾隆面色微带潮红 半卧在床上 手里还拿着一本资质通箭 仰脸看着天鹏 转眼见几云神色 恍惧跪在一边 说 兴许是热身子着凉 略有点头晕 不放式的 听屋外的生气 一笑说 哼 你听听 巴特尔说我的不 硬的石头一样 上回跟娘娘也是这么说话的 娘娘赏了她一颗冬珠呢 这蒙古人哪 血性好汉啊 几云见她精神还好 略觉放心 叩头说 奴才千不怕万不怕 最怕的就是病 既然身子欠安 住在这里就不相宜了 还是城里去好 这庙里总觉得是阴气太重 奴才有些心脏呢 乾隆见烟红捧着参汤上来 欠身只喝了一口 摇头说 你这儒学大宗将啊 还信这些哥 不要 那 赏你喝了 老年到跟前来 给我服一服脉 几云芒应一声 放下文书 跪地西行树布 用小枕头轻轻垫了乾隆的左臂 扣指暗脉 凝神灌注思索 乾隆由他枕脉 问端木良雍说 据你说来 这位作画的老僧 就是胡宫山了 这个人听祖父给我讲过 他原是三藩之乱前 吴三桂派到北京的座探 在太医院卧底 后来为圣族感客 弃暗投明 有晴天保驾之功啊 为了一个女人 情场失忆 归山隐居 想不到能活到这把年纪 又在这里和我一面而别 这里头曲折颠沛 悲酸动人 是好大一部传奇啊 端木良雍 想起自家的遭忌 为了爱上一个患家小姐 陆梅英 被逐出家门 几乎潦倒 横死异乡的往事 心里真的是一股悲酸上来 忙收射住 给乾隆加工了之 啊 我也听家族说过 多长 多长 感谢观看